一个坏念头和一个好念头 撞在了一起 女儿出生的那个时候 我看到她 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其实改变了 脑海 一个坏念头和一个好念头 撞在了一起 一个噩梦 后面跟着一个美梦和一群梦画 一个记忆 想起来的时候是岛 想不起来的时候茫茫的海水 因为我挺希望她有个美好的童年 和她一起画画 不知不觉就又启发了我 通过故事想象力 像我们 和新奇的东西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那些童话感 比如说创意啊 神话童话有趣的东西 它很自然很本能的 就在我身上流淌出来了 我开始意识到 这么多年来 我就会忘记了一个人 就是小时候的自己 那时候是很有想象力的 当我们把内心的孩子忘记之后 我们就失去太多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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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是被教导着要收起那些幼稚的东西 大家说你千万不能这样 这个太幼稚了 那其实从孩子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还没有 就我们要把这些新鲜感捡回来 就重新去看待 重新学习世界 就会对世界眼光却不一样 孩子就是要好玩 就像我们曾经画画 你好 有些人长大了就不在话了 更关心关系而不是事情 生活应该保持那个 故事永远才不待 生活在现在 但是创作的时候 完全不用担心是不是符合啊 是不是保持原貌 就要不断地翻新它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让人接触到 我的文化 艺术和故事 但最重要的是 希望所有年龄段的人 都能找回住在他们内心的孩子 原自雄亮 新生力量